在我開始講經之前 有句是說 我們在這個 就是我們每一次唸完一卷 後面都會辭送 這個波瑋無金帳陀羅尼 波瑋無金帳陀羅尼 那麼因為唸得很快 辭奏就是連想都不用想 這個已經很熟悉 就直接就這樣一直唸出來 所以就唸得很快 如果第一次學的人可能會很吃力 不知道在唸什麼 那麼所以我利用一點時間 這個口傳 就是把這個波瑋無金帳的這個咒語傳給大家 好 我先唸一遍 然後等一下我再教導大家怎麼唸 好 那麼 咒語呢 是五種不翻之一 就是古代的這個翻譯的這些大德法師 他們不翻譯這個咒語 那因為重點咒語不是要去理解它的意思 而是要能夠專心以意的 虔誠的去辭送它 讓我們能夠得到這個佛的這個加持 或者是這個法的加持 所以重點不是在它的意思 所以我不理解這裡面在講什麼沒有關係 這不是重點 反而是你能夠專心 就是因為我們詞咒它是重複的 一個反覆的詞念 那麼就是讓心安定下來 專注 我們心能夠安定 能夠專注 就能夠入定 那麼從那個定中就可以開啟 無量的功德 所以佛法裡面有一句話說 自心一觸 無事不辦 能夠把心安住在一個地方 自心一觸 無事不辦 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到的 都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這個心安定專注 是能夠開啟智慧的 那麼尤其這是佛講的這個咒語 那麼這個咒語本身是一種能量場 我們說波啊 聲音本身就是一種震動 一種能量場 然後聲音呢 能夠 能夠 這個調整我們的氣脈 甚至我們的心 能夠順著這個聲音 能夠得到 一種加持 所以說 在這個持送的過程 只要用虔誠的心 只要用虔誠的心 去受持他 讓心慢慢的安定下來 專注下來 那麼雖然說 不一定要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他本身是有意思的 因為他是梵文 他是梵文 那所以說 我還是把他稍微的意思 稍微講一下 拿摩 這個拿摩呢 常常有人看到這兩個字 他說南方沒有 叫拿摩 不是 不是南方沒有 拿摩 這個是泛語的翻譯 那個音而已 沒有意思沒有翻 意思沒有翻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拿摩 或者拿摩 這個意思是 歸 或者是 歸 或者是 起手的意思 這是 依止的意思 拿摩 英文說 hommage hommage to pay respect hommage 所以我們的心 要依止佛法 要依止這個法 所以拿摩 所以拿摩 本師釋迦摩尼佛 我們依止我們的本師釋迦摩尼佛 歸於我的本師釋迦摩尼佛 譬如說 那個Bhagavati Bhagavati 是 是 那個 世尊的意思 Bhagavat 世尊 世間所尊敬的 為世間所尊敬的 然後呢 Pharaj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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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藏經裡面 可能 你會看到 例如說 我這裡沒有寫 他這裡可能會寫 二和 我不知道你們如果有在看藏經 或者是比較古的 古的這個 這個 經本 你可能會看到 在這個 咒語旁邊可能會寫一個二和甚至三和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古代呢 古代不像我們現在說有拼音的方法 中國字本身 它只是一個象形文字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 就是說現在像大陸有這個漢語拼音 它可以用拼音字母去把它拼出來 然後台灣有這個注音 可以用注音把它注出來 但是古代沒有 對不對 然後古代沒有它要怎麼樣去 就是這個象形文字要去做這種 泛文那種字母拼音式的文字的發音呢 因為泛文是拼音的 像佛陀 他就是 這樣子的一種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拼音 它不是一個象形文字 它不是一個象形文字 那所以說 古代德 古代德他們在做這樣子的一種 翻譯的時候 他們就 就是利用了中國的 這些字的一個特質 就是我們都有一個母音 跟一個子音 母音就是R-E-U-A-O 就是類似這種發音 R-E-U-A-O 這個都是母音 那我們還有子音 子音像B-P-M 這個都是子音 然後這個一個字的形成是一個子音加上一個母音 比如說B-B-B是子音 然後O-O 是母音 比如說像這樣 所以它就是一個母音加上一個子音 形成一個字的發音 所以古人就知道這個道理 古人就知道這個音韻 這個道理 所以 La La 這 L-A 比如說 或者是R-A 也可以 然後惡和的意思呢 惡和的意思就是把前面的那個母音去掉 然後把這幾個音把它合起來 就會變成 就是這個意思 這叫惡和 古人 他們有辦法把這個 這樣子複雜的這種音韻 把它連起來變成像範文字這樣的拼音 所以它的發音會很標準 它不會說 Bola 它不會這樣子唸 它音韻 它不會唸 唸 Bola 我們現在唸是 Bola 之那 對不對 Bola Bola 我們現在不懂惡和的道理 我們就Bola 之那 就一個字一個字唸 但是古人在唸這個字的時候 他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 因為這裡寫惡和 所以他就Pra 然後Pra 然後 之 那 喔 所以就很像範文字的發音了 範文字的發音是這個 The Prajna The Prajna 就很像了 就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古人他們 在翻譯這些經典的時候 在他們當時候 他們 對於文字的這種 發音的精準把握 他們是有的 但是我們後代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唸的這個 大悲咒 跟範文的大悲咒 那是差很遠的 音都跑掉了 因為我們不懂這個 我們不懂這種 惡和的概念 要再管小一點點 範文會回音 喔 有回音 所以這裡 Bhagavadi剛剛解釋了 然後Prajna Prajna 是波瑞的意思 是智慧的意思 那這個智慧不是一般我們 平常講的智慧 所以 在佛經裡面 波瑞兩個字 波瑞 你再怎麼唸都是錯誤的發音 有人說是波瑞 有人說是波瑞 所以是波瑞還是波瑞 都錯 兩個都錯 兩個都錯 因為剛我講的 是Prajna Prajna 所以它這個 這個音呢 你講 就是這裡 要發的音 我們南方話 尤其是福建話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一點 就是 覺得自己很優秀 會講福建話 因為古代的漢語 古漢語 就是中原 當時候 在長安 在現在的西安 在那個地區呢 我們說講的話 就是古漢語 漢語 然後 這樣這個福建話呢 尤其是閩南話 閩南話呢 我們現在叫閩南話 那是地區 是閩南地區講的話 但是我們自稱閩南話叫什麼 叫做河洛話 河洛 河洛 洛水嘛 就在那個區域 洛河 就是洛陽一帶 洛陽一帶講的話 叫河洛話 所以用台語來發音呢 就會把這個音唸得很準 譬如說我們台語講 弱勢 弱勢什麼什麼 這裡有沒有台灣 或者是福建人 沒有 那是 那是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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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類似的 很接近的 所以這個音在古漢語可以很精準的發 所以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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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那個 很近的 但是現在我們 現在講的話是北京話 是普通話 是普通話 北京話 這個北京話是滿大人 滿洲大人講的話 英文說Mandarin 滿大人 就是 北方話 北方話跟 我們說中原一帶講的話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發音會跑掉 你用國語 我們說普通話唸 唸大貝咒 那個字都跑掉 發音都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唸 波瑞呢 還是波若呢 兩個都錯 所以 也沒關係 反正 大家習慣就好了 所以一般我們都唸 波瑞 波瑞 好 那麼 剛剛講說那個Prasna 他翻譯 他不翻譯那個字 為什麼他不翻譯 因為他是有特殊的意義 如果把它翻譯成智慧兩個字 我們會以為是一般我們講 語言上表達的那個智慧 其實他講的不是 那個層次的智慧 他講的是一種 對生命 一種深度的理解 跟超越的智慧 也就是 實相的智慧 那這種智慧呢 這裡 按照這個字的意思 Pras 像英文字 英文字 有字根跟字尾 他有pre的意思 在什麼什麼之前 在什麼之前 這個jia 是知的意思 那知就有能知 跟 所知 能知的就是我嘛 所知的就是境界 我們在 認識的時候有知跟 有我跟境界 所以在 講知的時候 就意味著已經 二分了 已經產生了 我跟境界的分別 那我們要回歸到 回歸到 只有 就是 我們的覺知是超越 能鎖的 超越能鎖的 才能夠回歸到 我們的 我們說清淨的本性 才能夠擺脫煩惱的束縛 我們的煩惱就是從分別來 那分別的意思就是 有能知跟所知 那這個就是我們根本的煩惱 所以 為什麼這個不翻 就是因為 他講了 如果講 一般講兩個字 智慧 那可能會被誤解 所以 他就不翻了 那等待有法師 有善知識跟我們解釋 那我們就知道 那個意思是什麼 然後Paramita Paramita Paramita是 是波羅蜜多 另外一個翻譯是波羅蜜多 Paramita 是圓滿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 學習智慧 到達圓滿 那就是佛的智慧 也就是佛的心 我們要訓練 我們的心 能夠跟佛一模一樣 Paramita 波羅蜜多 那最後一個字 YE 或者YE 它是一種恭敬的意思 就是對這個法的一個恭敬 說 Namo Pagavati Paramita Paramita YEAH 那個YEAH 是對 那個法的恭敬一樣 有這個意思 所以像我們大悲咒 大悲咒第一句 Namo Hanatana Dora YAH YAH 那個YAH 是什麼意思 對三寶的恭敬 前面 Namo Hanatana Hanatana Dora YAH YAH 那個 那個是三寶的意思 第一句是三寶的意思 歸一三寶 然後最後一個字 YAH 就是對三寶的恭敬 有這個意思 好 再來 Om Om是 在 祕宗裡面 現在寫都寫這個 現在寫都寫Om 其實它正確的發音是Om Om A U M 這個是宇宙的聲音 這是宇宙的能量 這是一切智慧的開始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就是說 聲音啊 追根究底呢 這兩個還要再去掉 追根究底只剩下它 啊 所以在 唐蜜 或者是我們說 東蜜 就是蜜中裡面 它用咒語來做 做學習 做學習的一個方法 它有一種阿字觀 就是觀這個阿字 就是用聲音來 來禪修 像我們耳朵啊 如果你把耳朵塞起來 你會聽到這個聲音的 就是 Om 這個聲音 就是這個 Om 這個聲音 這是一切 一切宇宙的能量 一切聲音的開始 就是智慧的開始 所以佛教或者是印度教他們裡面講到咒語的時候 這個是咒語的開端 就第一個字 所以我們 常把它稱為 咒母 咒母 這是第一個字 要開啟這個修道的這個法 嗯 好 那麼再來是 He He 是觀世音菩薩的 種子字 或者是阿彌陀佛的種子字 種子字代表 一個尊佛 或者一尊菩薩 用英文講就是 像一個人的 Initial 比如說我叫做 惠光 如果用英文的發音 就是拼字 就是 H G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 他寫Email給我的時候 他寫VHG Venerable 惠光 他寫VHG 他縮寫他不要寫 整個字出來 是 所以說我們 你看前面這個 這個是密教的曼陀羅 曼陀羅 一個叫胎杖 一個叫金剛杖 胎杖是我們的本性佛 本來具有的佛性 然後金剛杖代表是透過修行而成就的 這個功德 那麼所以這個 這個在密宗裡面有這樣的一個代表 那你看他每一個 他這個 這個上面不是畫佛像 應該是要畫佛像的 但是這兩個 很特殊就是他是用種子字 來代表每一尊佛或者每一尊菩薩 OK 所以上面寫的都是泛文字 都是泛文字 那麼所以說 那個 那個 就是這個種子字的發音 那是觀世音菩薩的種子字 代表慈悲 慈悲 像我們在做 宴口啊 或者是做 這種農山詩石啊 什麼 常常法師要觀想 他可能會觀想到這個種子字 OK 所以 去度化這些苦難的眾生 所以 慧代表慈悲 他是用慈悲的能量 慈悲的精神 慈悲的心 再來 Di Di 在藏傳佛教裡面 念這個文殊菩薩的咒語的時候 Om ala bhajana di 有沒有 那個Di也是一個種子字 也是一個種子字 是 代表智慧的意思 智慧的意思 所以慈悲與智慧 然後Sui Sui Sui是吉祥的意思 吉祥 然後Sui Sui是聞聽聞 Sui 所以吉祥的聽聞 吉祥的聽聞到這個慈悲與智慧的法教 然後 Vijiaie Vijiaie是殊勝 戰勝或者 殊勝的意思 就是超越的意思 OK 所以 我們透過慈悲與智慧的聽聞能夠得到很殊勝的超越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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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慈悲與智慧的意思 結束 所以 Sui Sui 一般都作為 Sui的結束 Sui 有的翻譯是說婆喝 有的翻譯是說喝 不管他是怎麼翻譯 反正 泛文就是說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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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 應該要 怎麼樣 惡喝 惡喝 Svaha Svaha 應該是要這樣的唸 他就要惡喝 如果不 不做惡喝的話這兩個字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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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所以這個是大概他的這個 咒語的意義 所以咒語的意義 所以我們唸一遍 我慢慢的唸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Om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Namom Bhagavadipadzina paramittaya Om Khi D Sui Suru D Vijaya Swa Ha Vijaya Sui Yi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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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個WhatsApp很容易 大家可能請做一個WhatsApp Group 然後我們把這個檔案傳上去 那大家就可以下載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這個電腦 或者是放在你手機上面 常聽 聽久的你就會唸 現在可能一開始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悉 所以說這個字好像怪怪的不會唸 但是現在講過大概已經有一個概念 只要在你多練習 跟著那個音走 你不要去想太多這個 你剛剛解釋的意思 你不要去想這個 你只要專注 用虔誠恭敬的心 專注的去聽 然後慢慢的跟著念 那麼這其中就會出生唯妙的功德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法的加持 能夠開啟唯妙的智慧 無量的福德 好 那麼下面呢 我們要來講這個經文 好 那麼下面呢 我們要來講這個經文